3月1号 在雷神山医院接受治疗的16名新冠肺炎患者 符合了出院标准 其中6名患者采用纯中医药治疗 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六病区主任 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邹旭向记者介绍 这6名患者住院后均采用了真药病用的纯中医治疗方式 通过服用中药 新针灸 以及耳学压痘 木足 练习八段筋等中医组合拳进行治疗 一天是两次 每次是一包 是他们跟我们每一个人 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拿磨以后 根据我们自己的自身情况开的中药 是真的每一个人不是普遍的那个药 是有很针对性的 因为我也有虾膏 所以我吃了这个药 我就感觉到能很舒服 新冠肺炎传染性极强 属中医的异毒之邪 一旦侵袭人体 损伤症气 针对不同阶段的发病病机 周序带领团队制定了分阶段治疗方案和方剂 配合针灸的治疗 在临床应用中 使患者的症状很快得到缓解 很多患者是从来以前没有接受过中药 也没有用过针灸 但是我们就是给他吃了之后 就让他感觉到 我病人一般第一天来的 当天晚上我们就用中药了 病人马上感觉到昨天睡了一个好觉 周序认为 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 应当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以扶症驱邪为治责 通过真药并用的方式实行救治 同时周序强调 中期医各有优势 尤其在重症和微重症上 应当协同治疗 你现在看到病人 老是别闷气的时候 怎么样把这个闷气解决 别胸闷气喘 走一走就心跳快 那我们中医中医药呢 刚讲到了 就是在希望在供养跟耗养这个平衡 我们要找个平衡点 比如你睡眠不好 肯定耗养增加 你动动心跳快 我们用中药之后 这种气把它补上来之后呢 心跳会下来 当天 采用纯中医药治疗出院的六位患者 两次复查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胸部CT较前明显吸收好转 符合抽烟标准 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六病区 是为数不多的中医系统接收管理治疗的病区之一 他们与上海 吉林的中医同道 共同担任雷神山医院的中医救治重任 六病区床位48张 由广东省中医院医疗队和深圳市中医医疗队联合接管 共有医护人员61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